我是佩琪 这是我的弟弟乔治 这是我的妈妈 这是我的爸爸 小猪佩琪 警察 佩琪和朋友们把自行车带到了幼儿园 孩子们,今天我们将会迎来两位重要的客人 有两位警察会到我们的幼儿园来 警察开的车上面有一闪一闪的警灯 不对,应该是嘀嘟嘀嘟嘀嘟 警车的声音是 好了好了,要我说的话 警车的声音应该是这样的 快听,警察来了 警察已经来了 你好你好,你们好 你好你好,你们好 警察都是这样打招呼的 你好你好,你们好 你们可以叫我松鼠警官 你们叫我熊猫警官就行了 今天我们来是要教大家如何安全地骑你们的自行车 好了,请你们先骑一下给我们看看吧 眼睛要看着前面 大家骑车的时候一定要集中注意力 好,停车 非常好,孩子们 现在假设你们正在路上骑着车 可是突然有一个人站在你的面前 你们该怎么办呢 我会按响我会按下我的车铃 我会按响我的车铃 做得非常好 按响车铃可以让别人知道你在靠近 你们可以让我听一听 你们的车铃声有多响吗 我的车没有车铃 只有一个喇叭 喇叭和车铃的作用一样 你可不可以轻轻地按压一下你的喇叭呢 那样我们就 很好 我想这样应该足以提醒大家 你正在靠近了 现在要进行课程的最后一项了 他要去哪里呀 熊猫警官现在是要把车子开到山脚下去 现在呼叫松鼠警官 完毕 你能听到吗 完毕 我在上面听得非常清楚 完毕 警察之间会使用特殊的电话进行沟通 我已经就位了 完毕 好了 等我吹响哨子的时候 我希望你们可以一起骑着自行车下坡 但是一定要记得 及时刹车 千万不能撞到熊猫警官的身上 知道了 他们已经出发了 完毕 我看到他们了 完毕 找车刹车上的真及时孩子们 你准备好了吗 林阳夫人要来了 完毕 让她下来吧 完毕 我想我没有必要骑了吧 我是老师 所以我应该用 你可以出发了 一定要集中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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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这真是太好玩了 按一下车铃 好的 按车铃 快刹车 好的 刹车 非常好 这就是安全骑自行车的标准示范了 孩子们 快谢谢这两位警官 今天他们特意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给我们上这堂课的 谢谢你们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等我长大了 我也想要当一名警察 那当一名警察 你最喜欢做的是什么呢 那当然是吹哨子啦 吹得很好 不过想要当警察 可不是只有吹哨子这么简单的 哦 是的 我们的工作总是很忙 我们要做很多非常重要的事情 比如 警察需要侦破案件 而且还要开闪着警灯的汽车 你答对了 弗雷迪 好了 现在我们真的得走了 你们要记住 骑自行车的时候 一定要集中注意力哦 哦 是谁把树种在这里的 是啊 在这个地方种树一点都不安全 我写个警示贴 注意公路上的这棵有安全隐患的树 呵呵呵 你们看孩子们 警察的工作永远都做不完 大家再见啦 再见啦 再见啦 佩琪喜欢警察 大家都喜欢警察 啊 Papa Pig Papa Pig Papa Pig